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从过去的这个女子无才辨识的 到现在的女儿当自强 这当中呢 女性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同了 过去呢 女性可能大多都是足不出户 那现在很多女性 也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不过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这个女性的特质 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变化 不过呢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转换呢 大家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 就是女性好像是越来越强势 这个气质呢 也越来越不同了 不过到底这样是一件好事吗 还是说我们有什么 要留意的地方呢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教育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过去说女子无才便士德 大家对这句话很不服气 怎么会是女子无才便士德呢 女生以前要裹小脚 现在是完全的开放跟解放了 不知道导师怎么样去看待 这样的时代的变化呢 与其说我怎么看待 这时代的变化 我们不如用这个社会 每个小的model 来看这样子一个可能性的大数据 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呢 女子无才便士德的女子 如果她没有什么样的谋生能力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两把刷子 她很有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里 处处被否定 或者是觉得怎么做都不对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比较性太大了 太多了 所以男生的方面 她会觉得 我的太太为什么没有像别的 别的太太都是帮丈夫 多赚点钱啊 多怎么样啊 多怎么样 那一比较的话 可能就好像蛮可怜的 但是呢 你反过来看呢 如果一个很强势的女生 她跟她的另一半 来做可能性的互动 好像也不见得是加分哦 好像有的时候你看到 女生很很有冲劲 或者是女生很强 男生稍微弱了 结果弄到最后 家庭好像也不怎么幸福 但是你有看过呢 少数的一些女生 她很强 但她在她先生的这个面前呢 或者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呢 她有她的一套 她虽然懂 她在这个上面有她的优势 但是她还是会把这个整个局啊 演得处处都这个 尽善尽美 所以让她先生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然后你看到她的 这个婚姻生活呢 就很顺很美满 也有 所以你说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模式呢 我觉得不如就是看一个大数据的结论 那么幸福的 他们的模式大部分是长什么样 那绝大多数不幸福的 那他们的模式又是怎么样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啊 比较能够让一般听众信服口服 而不是说谁说的算 但是我想大数据这后面 它应该会有一个结论 那我想刚好今天 下雨来讲到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来讨论讨论哦 就这样 所以像刚刚说 她可能在她的比方说事业上 很有野心和企图心 可是呢在丈夫的面前 可能就留了十足的面子给她的丈夫 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呢是很有智慧的 不过呢我想常常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分寸的拿捏之间 不太懂得怎么做 像有时候呢就发现说 诶有些女生在外强势 诶在内也很强势 然后这下女生就会说 好吧没关系 那我强势我找一个比我弱 她可能个性比较容易听伏顺服于我的 这样的男生搭在一起 诶这样不就是刚好互补吗 对 这样子会比较好吗导师 我经常说好人生如戏啊 真的人生就像一出戏 每一天的各种可能性的变化 其实都在戏里 刚刚笑语提到说 比较强势的女生她想说 哎呀那我这么强 我找一个稍微弱一点的 跟我对接 可能日子比较OK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 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心中所想的 所计划的 所要的 究竟是什么 自己要想清楚 不能够因为当时的局 有那么点可能让自己乱的分寸 那整个这个戏可能就不太对劲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个女生她想说 我应该找稍微可以让着我的弱一点的男生 那结果结了婚以后呢 这个先生的确比较弱 男生 女生比较强 但是随着日子的眼镜啊 女生就忘记了她原先 她要的是什么 她反而用另外一个 这个放大镜的在看 她这个先生 怎么那么 总是没办法 如她所愿 就是说她所要求基本的那一点点让她满意 她都没办法达到 但她忘记了原先她不是就是这样设定 那男生要弱一点嘛 但是随着她可能事业越做越好啊 或者是在社会上越来越有她的立足点 她就开始否定了另外一半的也有 那这个就是到底你原先 你自己想要的编剧是什么 如果你想得清楚原先的所需所求 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要一直记得咯 不能够因为后来结了婚 这个先生一开始也满她的愿 但是她自己成长得太快了 先生可能也没办法成长 或者来不及成长 结果这个太太就开始闲东闲西 然后每天抱怨 然后可能给这个先生翻白眼 那你说这样下去 这个日子怎么会好过呢 不会的嘛 那久了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定调 那真的维持不下去 可能又是离婚收场 所以这些东西我想 就是看你要怎么扮演 你当初的想法 整个这一路啊 这个人生到底通不通 我想这些都很重要 那你说不管了 反正也想不了这么多了 我自己先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后面就看这个模式 它是怎么样 就是说双方它怎么配合的 那你说那真正婚姻很幸福的人 你去发现他中间为什么幸福 它就有可能一个互补点刚刚好 就刚好平衡了 那平衡了就相安无事嘛 那可能就所谓的幸福美满咯 是不是 对 但是你发现 如果你用很科学的眼光去剖析 有些他不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呢 所以这里面 也是见仁见智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讲结果论 对 能够真正的找到今生的幸福 这才是真的 否则你说 别地方很好 但一讲到 人生的这个大事 就觉得无限的感慨的话 我想也是人生的一大缺憾 刚刚老师在说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在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个一个总统 应该是吴静应该没有错 应该是柯林顿吧 就是呢 他的原配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女生 那后来他外遇了 那他外遇的对象呢 刚好就是一个跟他的原配完全相反的女生 是一个百依百顺的这个女孩子 所以大家就在探讨说 他就是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摆档 就是谁也放不掉 因为他就是同时想要拥有这两个女生的特质 那我就想到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子 他是个女生 然后呢 他的第一任男朋友是一个 凡是以他为主的男生 那后来他就跟这个男生分手了 在结交了一个男生 下一任男朋友呢 就刚好跟前任是完全相反的 是一个很有主见 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后来呢 他们两个也结婚了 可是结婚之后 这个女生又开始后悔了 说啊还是前任比较好 至少他很尊重我的意愿 那这一任呢 虽然他很有想法 可是我就觉得 他也就不倾听我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好像一种人性 就是不管你看上至总统 下至平凡人 都会在这种极端当中来摆档 所以导师你看 刚刚也说到 这强势女生找一个 比较可能相对会听他话的男生在一起 久了之后 我觉得对方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缺点 所以我们常在这样的 两集当中来摆档 的话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人生的课题 要想清楚 然后在这个可能性的视野中 做怎么样的正确的调整 或者是计划 你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你这个朋友 对不对 对 他原先的这个白衣白顺 他可能觉得 他也没有挑战性了 对 对不对 所以想换一个呢 就是很有主见的 当个小女人 听着他另一半 说东就是东 说西就是西 但久了以后呢 又觉得 可能他很多方面被剥夺掉 对 又不习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咯 你人生中一直摆档 对自己来讲不是幸福吗 是不是 一下这边 一下又那边 那是不是 在可能性的一个模式中 那自己呢 也有可能的进步 成长 那么跟这个对方的一个配合 能够更加的圆满 我想这倒是可以来 做一个可能性的规划 毕竟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怎么样的进步 见仁见智 有些人有 一些人没有 那在生活的各方面 这不管是IQ还是EQ 是不是都有怎么样的一个 进步的成就 我想这个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 来做可能性的一个突破的课题 一件一件的来study 我想这个也是一种趣味 你说刚刚他这个后来结婚的 这个老公很强势 对不对 也许他老公就是希望 对方是听他的 对 那他也可以 就是这样子原先的一个步调 是听老公的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 也在成长中 让老公感受到 他有时候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的确是老公没办法看到 那老公可能就会想说 那他还是有他的一个 独到的见解 渐渐的老公在他的心中 把这个太太就有一定的层面 或地位在他心里面放着 所以也不见得这个老公不会改变 可能性的听着这个太太的意见 但是如果你原先就发现 是长这样的话 你就全部放掉 全部让老公去讲的算的话 那自己也没有进步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一辈子 就是这个模式 那至于自己能不能够完全的接受 这又是要看自己怎么做人生的规划 所以还是这个人生的戏还是自导自演 那这些中间的逻辑 我想随时因为个人的成长 而更加的进步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幸福指标的 不可或缺的一些元素 就这样 不过我想很多人就会说 导师我们就常常听到导师说 要想清楚嘛 所以就说可是我当初好像已经想清楚了啊 那结果进入到婚姻之后 对方像刚刚说从优点变成缺点 因为我的感觉也很真实啊 就是看到他我是觉得 就是相看两相眼 这种感觉到后面就变直了 这个好像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那我当初想清楚了 那结果后来 结果不如我的预期啊 所以这到底是算是谁的错呢 对就好像原先喜欢吃辣 对不对 真的每天让你吃辣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太辣了 自己吃不消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婚姻的课题呢 如果每个人都想清楚 才去结婚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不会结婚 对不对 对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投婚了 所以有那个冲劲 所以决定了结婚 对 进去了这个城市之后 才发现好像不太对比 很多人都是长这样 对啊 那你说为什么你热恋 热恋成这个样子 然后结婚以后有这么多的怨言 因为原先没看清楚 没想到 没分析 那等到真的结婚了以后 如果啦 我们很重视婚姻 不去想 在中间下车的话 我想 天无绝人之路啊 这个小两口能够共同的目标 或者是谈在同一个页面上 那我想这种可贵 是可以突破一些瓶颈的 但是很不巧的是 现在的社会呢 都是属于 比较像吃麦当劳形式的 就是今天这不好吃呢 我想换明天另外一种套餐 对 所以大家好像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他就觉得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耗在那里 所以结婚前没看清楚 或者是结婚后才觉得来不及的 他就自我加速否定 然后就朝着那个 可能不幸福的路上走 我想这个就是蛮可惜 因为这就好像什么呢 这好像你买了一台机器 对不对 他有这个方形 他搞不好还有别的方形啊 你要试试看啊 对不对 但是你只管着 这原先看不顺眼的方形 那这后面就很可惜咯 是不是 那如果 凑巧的是 你也愿意去看着怎么样 两个人磨合 对方也有心 来多加的这个努力 那我想这就是好事一件 那毕竟很多东西 其实你说真的 谁不挑呢 真的日子久了 如果那天心情不好的话 谁都会挑 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看生活的艺术咯 要不要真的面对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这个油米酱醋茶的 对 来看到这样子怎么样来调整 那这个时候就是 有没有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用心经营 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对 如果我们就是把它拿来说 那就算了吧 我们再看吧 那可能因为自己的 等于是提早的否定 那导致后面的意图啊 态度啊 口吻啊 甚至于表情 可能都变了 那这个中间当然它会产生 没有想清楚后的问题 那有些人就会说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 反正现在 既然大家都吃麦当劳 那这个不合我还可以再找 对 那有时候比较邪门的是 你刚好就是那个孕的时候 嗯哼 你觉得换一个可能会不错 但是换了一个以后呢 可能又有原先的瓶颈 加上后面的瓶颈 也说不一定 嗯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 没有想清楚或者看 太明白 嗯 在婚姻的这上面呢 的确让有些人折腾了一辈子 最后还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的命运是比别人 呃 来着那么多挑战 嗯 但是如果想到 如果一开始 哦 那在结婚前也想清楚 在结婚后呢 也想清楚如何来看着问题 见招拆招的话 至少在这过程中 我们是进步的 嗯 因为我们愿意来做可能性的成长 对 不管明天日子怎么样 也有可能 啊这个路慢慢走 就走通了也说不一定 就算走不通 至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 又多了一张 是让自己很宝贵进步的一刻 嗯 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 所以 不是有一首歌吗 不要亲言别离 有没有 嗯 我想这些东西呢 还是一个心态的定位 嗯哼 因为心态的定位 它会导致很多东西的不一样 嗯 那如果是往好的方向 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个善的循环 慢慢开始 嗯 那如果啊 现在的社会比较往这个不好的 悲的方面走 嗯 那就有可能啊 这个自己也没想到 为什么这么一洗礼下来 没有进步不说 反而让自己觉得生活或生命里面没有斗志 或者对于婚姻是很泄气 很心灰意冷的 嗯 那我想这样子对人生来讲就非常要不得的一种损失了 天哪 感觉起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种赌博啊 你看结婚也是一种赌博 换个环境也是一个赌博 好啦 不过在这个赌博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自处 哎 我觉得这也就很重要了 很多人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当中 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有一些人呢 遇到这个情况 他可能就自此 就意志消沉 哎 有些人呢 反而可以从这些不同的情况当中 再去学到一些让自己成长跟进步的功课 好 所以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再来继续有请教导师 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惜爱 再回到节目当中 Zither Harp 因为我们依偎着这份情怀 直到未来 只要有尘埃 天荒地老永远会有那交代 此时此刻影子见上 只要有尽量的未来 珍惜爱 我尝到了人生精彩 珍惜爱 我掌握了爱的偶然 我心一足 拥有着真爱 从此过着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 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镇双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 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人世间 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那么在今天呢 来跟大家聊聊 女儿当自强吗 女子无才辨识的 到女儿当自强 这当中的跨度 非常的大 那当然在进入婚姻当中之后呢 我们也难免会带着一种 赌博的心情 这个结婚的婚 不就是女方婚了头吗 才会结婚吗 那当然现在也有说 男方也是婚了头 所以才会一起结尾连理 走向这个未来 但是在每一个未来当中 都多少带着一点 不赌博的成分 因为没有人可以确切的知道 未来是好还是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自处呢 在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赵云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想这个人都是 趋吉避凶的生物嘛 生物都有这个本能 所以在婚姻当中 我们说 其实它会有很多的 磕磕绊绊 很多的颠簸 那在这些的曲折当中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自处 或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所处的每一个这个境况呢 是 我经常说啊 我们现实环境中的结果 就是当时生命进化的成绩 那些人他这个结婚以后就很幸福啊 那那个时候 看什么都对 那些人呢 这个渐渐的渐渐的 可能就好像所谓亮起了红灯 那红灯 不要说红灯啦 黄灯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也不以为为意啊 他觉得那怎么办呢 就是长这样没得选啊 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子硬着头皮生活下去 这样子的态度呢 对于很多人来讲 应该是相当的可惜 因为毕竟两个不同的个体 结为一个在相同环境中 要来生活的人 当然有所谓的磨合期 当然有所谓的一些交流 各方面的共识要达成 那么从小到大 我们有多少个体 那在谈恋爱的时候 可能是一回事 但是在真正生活上 又是一回事 那真正在生活上 是那回事的时候 往往就是摩擦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家已经没有原先 在恋爱中的那个 滑润记的那种新鲜感 或者是一种所谓的 爱可以包容一切 是不是 那因为生活面的现实 所以导致了很多时候呢 对方可能也不这么想了 就想着他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可能不凑巧呢 你要1加1大于2 那如果每天24小时呢 每个小时都加1分的话 一天有24分 对不对 但如果每一天都扣 每一个小时都扣1分 是扣24分 对 那很不巧的呢 就在那一阵子呢 天天扣5分 天天扣5分 这鸿沟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对 那如果啊 刚刚我们前面提的 女生如果是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呢 嗯 在这个生物啊 这个自然的一个表象上面呢 女生它是属于 就是在阴阳里面 男生属阳 女生属阴 对 这是没有办法来讨论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天地它的定位 嗯 对 那阳呢 往往会想到阳刚 对 阴呢 你会想到阴柔 嗯 那女生呢 往往在柔性上 比较取胜的这种 论点啊 可能大一点 那你说女生就要用阳刚的方式 来争取幸福的婚姻 可能有的时候 选择了这边 又适了那边 也有可能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拿捏点 来定位 来调整 我想这就是智慧 以及我们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论点 给自己上了一课以后 特别去留意 你会坐实验中看到 比如说跟另一半亮了红灯 你是如何在这个亮黄灯的时候 就已经踩刹车 来做调整 不管是成长也好 这个改变一个方向也好 你都曾经用了心努力过 那我想这个中间的差别 它还是的确存在的 那怕就怕说我们抓错的方向 并未在当时觉得是对的 但是却是错的一个结论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扣分扣分 从黄灯变成红灯 从红灯变成超级危险的这个区域 那就是现在有些在社会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令人忧心的婚姻 在这个进展过程中 那的确可能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 或者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比较容易中途就产生了当时他们的结论 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不好的收场下 当然是人生上沾到所谓的不幸福 居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不过我想可能最好的就是在结婚的时候 就跟双方一起来认识超级生命密码 一起来听节目 可能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想在今天来谈的这个议题 可能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谈得非常全面 因为婚姻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 又很大的一个议题 不过我们说从女生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阴跟阳 总是它有一些它的定律存在的 今天这一集我想也可以提供给所有的女性朋友 那男性朋友也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来分享 但是不要很白目 我跟她说来来来我跟你讲 你就是要改变 这样子呢 对方可能会生气 那我觉得这个婚姻就是要双方共同来经营的 两方都要一起来努力 那么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能量 那导致我们最后帮大家来请教个问题 所以如果婚姻要幸福美满 是不是其实更好的是双方的能量都是差不多的平衡的 这样是会比较好呢 对 就是说我经常在讲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能量的幻化了 那你说婚姻两个人在一起 那就是这个好的能量正的能量聚集在一起 那双方就会有感受那股正能量的味道 那你说天天丑云产物的呢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呢 已经搞到就是都是负的负的 都是负的能量 所以回到家里可能那个高兴的那种 那种起劲感就起不来了 在办公室可能还有他的一片天跟同事说说笑笑 一回家可能就调动不起来了 那你说为什么呢 其实在后面真的看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能量使然 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 我们讲能量呢 这本书已经讲了十多年了 那么有多少的人也拿来试验了 真的看到了能量的改变 而让自己的婚姻以及各方面的进展 的确确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面呢 我们教的是天人合一的去步向圆满幸福 而不是说就是自己很孤独的去单枪匹马去打拼 所以在这样的系统里面呢 谁也不再孤独了 谁都可以去感受到 哪怕是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都是给我们正能量 给我们顺利 这个幸福圆满的一个圆动力 那这个系统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天地的爱啊 一直都在 已经不是一个口号 就是挂嘴皮静上面 然后天天喊口号 不是的 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套系统 让我们立刻把很多东西呢就转换成啊我们想要的一个好的方向啊 然后得到了真正的一个正确的能量源啊然后就会看到啊很你说这个超乎自然嘛也许超乎科学嘛也许啊因为天地的爱一旦跟我们接轨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用科学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巧合但是这么多巧合已经在这十多年了呢 让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证明了这套系统的真实不虚 所以刚好今天小鱼提到这个婚姻的这个啊 女生强势与否还是温柔与否 我想这个跟能量也是息息相关 幸福美满更是息息相关的话题呢 我想既然沾到那么一点点啊不如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入宝山不空手而回 真实的去明了超级生命码的整套系统 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实验啊 因为这个它不是一个玄学虽然我们说能量好像很玄 可是它其实并不玄因为其实在科学界当中也都有针对这个议题做了很多的探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去搜寻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当中讲求科学实证 科学实验就是你要有实验然后看结果如何 所以很多朋友们呢在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真的都是从自己实验开始 我们在前面分享很多学员的亲身经历呢 他们很多人也都是先从实验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的发现 这个系统呢对自己的生命真的带来非常多跟大的改变 而且很多人都是在短时间内就看到改变哦 所以这样的科学实验呢不是要你花十年二十年 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看看这个样的方式跟系统是不是真的对你的人生有所帮助哦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就是会在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当中一起来导读导师的著作超级生命密码 在网络上搜寻超级生命密码你可以看到官方网站以及粉丝专页 那么在手机的APP当中你也可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的这个APP 在官方网站跟手机的APP当中都会有客服人员可以协助大家来查询 距离你最近最方便的圆满人生精英会读书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地点 那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透过电话来做询问 电话大家可以先抄下来再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这个电话是台北电话0255995439 台北电话0255995439 好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再次的谢谢太阳圣的导师来跟大家提点本周的主题 女儿当自强 其实呢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不顺遂 或者是面临到了一些挑战和转变 但是呢只要观念一转完 其实呢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角了 那这些的观念呢其实就在我们每周的节目当中 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在Podcast播客上面搜寻福到你家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导师跟大家提点不同的主题内容 而另外在每周六的晚上八点钟也欢迎大家打开脸书或者是YouTube的频道 都可以在上面搜寻因为你音乐的音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个精彩节目 除了有好听的音乐歌唱分享之外也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也欢迎大家呢透过了网络透过了影像来加入其中咯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 同样也是来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德导师作词作曲的 就在这一生 那这一生该如何的好好的转变就看大家自己如何去想想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我是紫荣我们下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再会咯 拜拜 就在这一生许多好事会唱着 美味一层层 在街雪花灯 总有城市出可能 点上太亮的风声 幸福着 在这一生许多好事会唱歌 太伤心轩在温慢停歌 要记住不得一生 因缘一天真 还要情天真 宽宽神情圆满多少今生 云王思幻 总就成真 云王思幻 总就成真 云王思幻 总就成真 云王思幻 总不及待 要上岗 云王思幻 想起思影 满堂绝相成 云王思幻 总就成真 云王思幻 总就成真 就在这一生 就在这一生 许多好事会成真 美味一层层 在街雪花灯 总有城市主可能 点上最亮的风声 幸福成 弹上心声帅温满亭歌 要记住的音声 因缘因天真 摘摇晴天神 寒宽深情月亮多少今生 我梦思幻 总就成真 不不期待 跳双歌 想起四隐 满航追上乘舍 红红烈烈烈成心 就在这一生 我自欢 总就成全 我自欢 我不期待 跳双歌 想起四隐 满航追上乘舍 红红烈烈成心 就在这一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